这个小女孩可惹不起 看似人出无害的她 体内竟然住着一只杀人恶魔 只见她走到秋千附近 看到有个男孩站着 她上去直接将其一把推开 此举引来了一旁大叔的部门 可女孩却说她的行为是好心之举 男人听完 意识到了她可能思想有问题 便拉她到一旁开始教育起她 没曾想 这操作却惹怒了小女孩 只见她现出伪森原形 竟是号称草原一哥的平头哥欢怪 凡是惹到他的人都会被记一辈子走 男人刚转身 女孩上前就是一顿私咬 此举惊呆了一旁围观的大妈 更让大妈吃惊的是 她伤完人后 还若无其事地荡着秋千 可想而知 她的心里是有多么的可怕 就在刚刚 警方在加油站发现了一起凶杀案 死者是加油站的员工 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阿强几人只能调取店内的监控 寻找嫌疑目标 可监控器却被凶手破坏了 而监控器损坏前 只抓拍到了她的正面 为了查出凶手的位置 老吴将时间调到事发前 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于是阿强几人根据车牌的信息 找到了嫌疑人的老婆家里 可他们进去后 却发现里面似乎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他们顺着血迹的方向 在卫生间里看到了一个女孩 阿强上前摸了摸她的脉搏 发现还有呼吸 赶紧让阿伟呼叫救人 而女人醒了后 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女儿的相目 可他看到阿强是未隔离 静下出了欢怪原形 没等阿强解释 女人就因情绪激动再次晕了过去 事发突然 阿强怀疑嫌疑人和妻子闹矛盾后 打伤了她并带走她的女 但女人可是这欢怪 除了格林还有谁敢凶她们 除非一家人都是欢怪 回到警局后 阿强把女人的事情汇报给了队长 结合前面的线索 队长觉得这可能是家暴案件 而阿伟也查到了嫌疑人格兰的流水信息 推测前面加油站的命案 怀疑凶手是没钱案 才做出杀人取游的恶行 看来他现在正在逃亡的路上 为了抓到她 警方向电台发布了通缉信息 此时格兰带着女儿逃到了城外 因为杀害了加油站员工 他意识到 如果继续开这辆车 可能很快就会被警察抓到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一辆车正好路过 见状 格兰赶紧上前求助 表示自己的车抛锚了 请求大叔烧他父女俩一程 大叔原本不想理会 但看到女孩可爱的样子 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却不料 此举却被他带来了麻烦 只见车辆刚开上路 网播里就传来了格兰的通缉令 里面的信息正好对应了父女俩 大叔越听心里越毛 听到女孩接下来的话后 他直接愣住了 大叔意识到两人可能就是警方要找 可他当要警告格兰不要乱来 就被他献出原形 当场打晕了过去 等车停稳后 大叔就被他带到小树林里藏了起来 此时 阿强几人查到了格兰最近的订单 发现他买了一堆集装箱材料 以及各种防弹纤维 而老吴查到他最近的朋友圈 还发布了一张照片 看上去像是一个末日堡垒的样子 似乎格兰是刻意防备着什么东西 为了解开疑惑 阿强来到房车查补书 之所以格兰逗买集装箱 是因为以前的欢怪都喜欢在洞穴里生 如此一来 他逗买集装箱建造地下堡垒 可能就是为了充当洞穴室 不出意外 格兰可能就在洞穴里堵着 回到警局后 老吴查到了格兰那张地堡照片的位置 地点就在森林公园 于是 几人当即带队前往 在警犬的帮助下 他们找到了地堡的位置 我不欺然 阿强一扒开地上的落叶 就看到了地堡大门 而外出的格兰正好看到他们 他本想过去阻止 但看到警队实在太多 他只能逃离现场 阿强几人走进地堡里 在里面看到了格兰的女儿戴希 阿强赶紧上前护住了他 可询问他父亲的下落时 他却表示父亲出去 见状 几人只能把戴希带回警局 安抚好他的心情后 阿强问起了今天的凶杀案 戴希表示父亲只是不小心做错事 希望警察能原谅他们 听到他这么说 看来案件已经清楚了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可一切都还只是刚刚开始 随后 而同福利机构的人到了 阿强暂时让他们把戴希带回去照顾 等他离开后 几人又接到新线 称格兰的邻居看到他回家了 阿伟怀疑格兰可能是想找妻子 于是 他们赶紧前往医院蹲上 与此同时 格兰已经来到了妻子的病房外 本以为他会再次行凶 可等阿强几人进水房 却发现格兰的老婆 竟然在替他说话 他得知格兰今天杀了人后 更是大吃一惊 原来这一切都是戴希干的 格兰解释道 女儿因为提前进入转变期 无法控制情绪和韦森形态 这才失手杀害了加油站的 妻子的伤也是女儿造成的 但他们都清楚 女儿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她无法控制韦森状态时的行为 听到这 两人顿时被后一凉 因为戴希早就被带到了福利机构 此时的她正在荡秋千 被其他小朋友抢走后 她顿时大发雷霆 一把将男孩推开 直接给她摔了个狗吃屎 机构员工健壮 拉着戴希走到一旁 对她进行了教育 可这操作 再次将戴希的怒火点燃 身为平头哥的她有仇必报 当即现出原形 就咬向了男人的手腕 等阿强几人赶到时 只看到男人狼狈地捂着伤口 而她来到后院一看 戴希已经恢复人样 看到阿强来后 她咧嘴一笑 牙齿里还残留着血子 丝毫不在意刚刚的行为 这笑容让阿强顿感无量 如果她再不进行正确的运动 未来将会是一个危险的存在 为了拯救戴希 阿强找到了少婉所的逃妙 她得知女孩的情况后 表示自己帮助过很多这样的孩子 只要在危险期内矫正过来 一切都来得及 阿强以为她在说大话 直至看到她每周诗的原形后 阿强终于放心了 你觉得戴希会变好吗 我是夜球 咱们下期见